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喷水是物状 不是直线 均匀的把纸张喷湿 要均匀哦 喷湿之后呢 请你利用桌上这黄色的机械纸盖住 拿起桌上的刷纸来敲打它 那记得哦 敲打的时候呢 不能像这样大力的打下去 因为像大力的打下去的话 纸张它会破掉 所以甩手腕的力道就好哦 甩手腕的力道就好 好 当你发现你的第一张黄色要不能这样乱敲 在乱敲的话呢 周围边边很容易就破掉 所以一定要像我这样 扭曲续的敲打 那工具呢 我们把它称为踏包 要怎么使用它呢 首先要先沾一点墨汁 然后呢 两个吹打 吹打呢 稍微调色 不要让墨水太黑 调好颜色之后呢 不要直接上哦 千万不可以这样哦 你要签在报纸上试试看 像这样 白色点要比黑色点多 像是撒胡椒粉一样哦 这样也行哦 不能要 不要太黑就是了 好 我们再去帮 好了 之后呢 如果你喜欢颜色比较深的比较黑的怎么办呢 在原地多盘子下 慢慢的把墨水加深它 不准塞墨 塞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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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呢 请你拿到铁板去烘干 烘的时候 后面朝上 朝下都可以 大概两分钟左右 只张皱皱的就代表干了 干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完成自己的作品哦 那如果你有兴趣 从座椅向上 如果大家有兴趣 从座椅向上